字幕君 字幕君 嗨 大家好!我是小春 這一篇我們要來介紹一下艦隊 在這邊先恭喜一下 有打算玩艦或是目前在玩艦的人 凌曹英的船工 在陸服即將更改 改為船工不需要凌曹英 等於說你劍隊登上巔峰此日可待 那這個改動會造成什麼結果呢 劍隊的獨孤求拜 王重陽 還有范瑤 這三隻 需要林曹英傳攻身上踩的人 以後只需要一隻 六火的劍就可以替代了 那其實這波改動 受益的最大者是誰呢 其實並不是劍隊 是周紫若 周紫若傳攻也是需要領草鷹的 等於說最大的受益者 根本就是雙爪隊 並不是劍隊吧 好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劍隊 畢竟劍隊才是這次的重點 劍隊優點 爆發高 秒人 跟特別的帥 一個有夢想的隊伍 然後缺點就是 你必須要一個速度非常快的 過境 至少要過境 其實基本上是你整隊都要要求有速度 如果你真的彩力不夠 或是運氣不好 那你至少要先搞一隻速度超級快的過境 至少你要石化敵人的時候 給劍隊全體輸出一套 好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劍隊初期的時候 你一開始就先養一個三本柱 何謂三本柱呢 周紫若 小招 半咬 好 那你一定會問 那你養周紫若幹嘛 那就是拿來初期撐場面的啊 你劍隊初期 很費 超級費 好 在你養三本柱之後 那你下一隻要選誰呢 你要選王重陽 跟張無忌 這兩隻是絕配 因為張無忌 可以幫王重陽點火 造成王重陽傷害有加成的一個技能 就是好機勇 這邊補充說明一下 如果你是有儲值的玩家 這時候你應該拿到了 郭靖 郭靖的話 你可以先讓他上三火 三火之後的全體石化 在初期是一招很牛的技能 甚至到大後期你也用得到嘛 我是真的蠻推薦艦隊 真的要養一隻郭靖啊 好 再來 當你養到這個陣容的時候 我們假設周紫若已經換下去了 最後你必須把小招也換掉 因為你要有夢想 典型的艦隊 是帶走人的 並不是跟你狗言殘喘的 這時候你就必須要上一隻 獨孤求敗 這個就是典型的艦隊成型啦 造價不菲 非常昂貴啊這個陣容 然後當你這整隊幾乎都養到六火 應該不是說幾乎 應該說全部都養到六火之後 你這個陣容會變得非常噁心 因為艦隊的船工基本上都是護船的 撇開郭靖不算 這時候你的張無忌應該有 彩1 范瑶 彩2 王重陽 彩1 獨孤求敗 彩2 那至於為什麼會彩2呢 因為剛開頭說的嘛 如果林曹英的船工被改過之後 他只需要一隻六火的劍 基本上你就是可以互用 然後優先上獨孤求敗 彩2 彩2的時候會要求你 需要林曹英加一隻 記 林曹英改過之後 你只需要上王重陽讓他彩2 然後至於記的人選 當然是練陽過啊 陽過是獨孤求敗彩3的人物 當你要升彩3的時候 可以用陽過再加上一隻利 利的話要練誰呢 如果那時候台服開放了鬥九神聲 麻煩請練爆他 鬥九神聲是獨孤求敗上彩5的關鍵人物 好 至於你玩到更後期的時候 你的陣容要如何改動呢 這時候你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是如果你運氣好 整隊的速度夠高 那你就可以不要郭靖 因為郭靖到後面的效果就是死化 但是如果你整隊速度夠高 你可以換 合族道 合族道作為台服還沒出的英雄 他的技能是全體增傷 對艦隊是無往不利的一招技能 那如果你運氣不好 就只有郭靖有速度 那你就是下張無忌 一樣上合族道 增傷 這一招 應該說這個陣容 目前還蠻流行於陸服 那如果你擁有速度很強的時候 整隊都有速度 那你就是連郭靖都不要 這時候你要上什麼呢 一樣有很多種選擇 我看過目前比較多的選擇是上周伯通 因為周伯通可以復活 他作為一個勇動機 可以幫艦隊增加容錯率 也有部分人不要周伯通 他們會重新把張無忌拉出來用 目的就是讓王重陽的效果最大化 有增傷又有點火 王重陽整個就是殘血收割機 然後也有一些比較流行的就是新的魚連舟 作為抓後排的 艦隊一套打完之後 基本上後面不是死就是半殘 再搭配上魚連舟 就直接抓人家被一搏 直接把人家帶走 也是目前蠻流行的一個噁心的陣容 其實艦隊固定不變的 到後期就是這四隻啦 會比較威 比較猛 然後真的第五隻的人選就是看你 看你是要補石啊 或是火力啊 或是真的很衰就繼續死化啊 都是不錯的玩法 那至於有限推薦張三豐 張三豐 怎麼說呢 張三豐其實真的蠻百搭的啦 我覺得放在哪一隊都適合 唯獨 你要放在艦隊的話 真的就是必須要求你其他人就是有很高的速度 因為張三豐不會控制 算他傷害高的離譜 但是 在艦隊的契合度我覺得算50%而已吧 因為艦隊本身就不缺把爆發 你在上一隻爆發角 我是覺得效果還是沒這麼好 所以還是上一些輔助的 可以輔助這幾個人的 是很不錯的套路 至於有些人會問 那林曹英到底算不算艦隊 先撇開不論林曹英的出資門檻 我能跟你說的是 林曹英其實並不太契合艦隊啊 林曹英的攻擊力說實在的不高 然後你套用在艦隊 他的控制效果又比較屬於低一點 畢竟是機率性的沒有郭靖強 林曹英這些人物我真的覺得不太契合艦隊啦 而且你看一下艦隊其實會玩林曹英的沒有幾個 林曹英真的更契合獻祭啦 好影片的最後再聲明一下 艦隊其實你要玩到踩2踩3 基本上都是一年過去了 如果你是小客或無客的人 那在這一年裡面 你如果選擇走艦隊 那你勢必會面臨初期被壓 但是中期拼運氣 如果你抽不到速度密集 那你整隊就會變得很雜 但是如果你抽得到速度密集 那你整隊就會碾壓同戰力高很多 艦隊投資有風險 但是不一定有收穫 主要還是就是看你的運氣啦 那影片的最後 我們來看一下 我台服 我打一隻 我們跨服的 戰力高我兩三百萬的艦隊 我們來看一下 他是如何碾壓我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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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看完我剛剛被慘虐的影片 你們有沒有覺得 在一個艦隊裡面擁有一個非常高速度的過境 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我們戰力其實沒差多少 但是我卻被這個天命慘虐這樣 這個天命玩的真的還不錯 好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介紹影片 記得幫我左上角點個訂閱 謝謝你們 謝謝大家 好 好 要 感谢观看